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scholasticism 这个经验哲学 那么它一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哲学的形式 那么重点就是 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概念上的分析 而且方法会有所谓dialetic 就是辩证法 正面体 一来一往 不断的反复 那这个呢 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disputation 意思就是怎么样 就是一攻一防 那么 有时候呢 当然就是说一简单来讲一攻一防 但是就是怎么样 只数好几个回合 好几个回合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是对他们 这是一种特殊的一个思考的训练 就是你这样子去回答人家以后 人家去破解你 你为了要破解人家破解你的方法 你去继续的发展下去 好 所以呢 把这些资料 后来他们就把这些资料累积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出来说 然后用特殊的形式把它写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都知道说 当时他们主要的这个论证 论真的方式 好 那么 其实一开始呢 这个方法一开始是用在 是怎么使用的呢 比如说他们就拿两读圣经的经文 似乎看起来是有 互相有什么样有种冲突的 然后用这样的方法是怎么样 去协调他们 去协调他们 但是这个方法后来慢慢就是 怎么样 衍生到了 衍生出来 然后就是适用在所有的范围内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必须强迫你去思考对方的论点 而不是单纯的说 啊你是错的 就是说 你怎么去让对方了解到说 他的论点是错的 好 上次已经有提过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套相当 就我们今天回头来看的话 是一个非常 对人类的知识的理智能力 要求相当高的这样一个活动呢 就在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黑暗时代 事实上 这是中古的高峰期 就是十二十三十四世纪 好 那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 就是这个 金燃哲学的高峰期 高峰期 那么尤其特别是 十三世纪开始的时候呢 事实上就会发现到说 希腊哲学的怎么样 一个复兴 希腊哲学的一个复兴 那当然 这个都是 天时地利的人和 在欧洲这样的 中国欧洲这样的特定的一个环境 产生的中古大学 那么它是一个学术的卧场 就是封卧的土壤 你有学术的自由 然后呢 也在这个时候呢 大量的 希腊的哲学 借着阿拉伯文的翻译本 翻译成拉丁文 而拉丁文呢 又正是古代的 可以说是他们的基础教育 这些学者的基础教育 所以他们可以接受得到 所以这个 就造成了这个金燃哲学的怎么样 一个 那当然这些都是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时候 这是13世纪的早期 那么譬如说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的中国欧洲呢 因为教育 虽然在政治上处于怎么样 帮国联力 但是借着教会这样一个 国际系统的组织呢 所以许多的知识流通 都是 这样子的一个 国际的教会的这个组织 则进行着 好 像阿德拉德呢 of Bess 他就是怎么样 你看到 Bess在哪里 在英国 他到哪里去呢 他去西西里 跟这个阿拉德世界去翻译 关于天文跟数学的著作 那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 第一个完整翻译 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 好 那么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利 在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时期 好 那么 后来的话 大家会发现 这些翻译者 对于这种 从阿拉伯的管道来的 西亚哲学 就看这超本 有他们的不满 他们就会 更希望直接到什么 西拉文的超本 西拉文的超本 直接去翻译 这是慢慢后来的 好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中古教会 基本上跟整个中古大学 跟整个中古教会 其实是不可分的 那中古的教会 事实上不是一个 我们想象一个 非常直接 就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而已 就是它慢慢慢慢 内部有很多的 独立的组织 形成 那么 形成所谓很多的教团 那么有两个教团 在这个中古世纪的欧洲 特别的重要 一个叫法兰西斯教团 法兰的圣方纪教团 那没有错 法兰西斯 就是圣方纪 我们现在的教宗 就是取用这个名字 圣方纪 那么另外一个教团 叫圣多米尼克 那圣方纪教团呢 它这个一开始 当然它这个教团 是以修道为主的 但是慢慢慢慢 这些教团怎么样 形成的 它是一个独立的团体 并不直接属于主教 而是直接属于教宗 这些教团 慢慢在大学里面 形成一股思议 那不同的教团 有不同的学风 那 这样反而西斯教团呢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物叫 波纳 波纳维土 那它呢 基本上走的哲学路线 就是依照传统教会的 阿古斯丁 以及这个柏拉图的 其实这里应该是指 新柏拉图主义路线 那么所以呢 它的这个 哲学的这个 可以说在当时来讲 属于比较保守的 因为基本上它是指 走这阿古斯丁的路线 他认为人类的理智呢 是照着 是所以能够有作用 是照着信仰的光照 信仰的光照 那当然 从他的教门底下 慢慢慢慢衍生出来 很多就 未必是保守的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到 中国欧洲最接近的一些哲学家 这个 奥肯的威廉 威廉 就是从法兰西斯教派这边 怎么样演化出来的 从这边栽培出来的 而这个教派就是在这个 还有其他重要的一些人 像这个Dunce or Scots 如果你的中国哲学很熟悉的话 都不会用身 但是呢 对科学影响更大的 另外一个教团 就是多米尼克 多米尼克教团 多米尼克教团是在西班牙成立的 1215年 13世纪早期 那这个教团之所以重要 就是说事实上 这个教团在当时 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要跟异端怎么样争辩 事实上 他们早期还负责什么 审讯异端 所以这个教团到后来 是变成一个非常保守 甚至有点A案的一个教团 因为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样 去审讯异端 但是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 是带着一个正面迎接的心态 那么在哲学的走向上 其实他们走的是最开放的路线 也就是怎么样 他们是以亚里斯多德的思想 为主要他们的走向 那这里面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一个叫做大 亚尔伯 阿伯特 麦格尼斯 麦格尼斯就是伟大的意思 另外一个就是 他马斯阿伯特 那这个 这一个教派的话 就是可以说在做到一个 历史上非常少见的事情 就是他们可以说相当成功 将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怎么样 跟基督教的教育加以调和 而此的当他们做到成功 在地步时的当时的教会 把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怎么样 当作是教会的一个公正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思想 那当然这个后来的人会说 所以这造成了科学上的阻碍 此的天主教没有办法 在天主教的盛行的区域 没有办法发展出科学 可是其实如果你回到当时的时代来看的话 完全是倒过来的 因为当时来讲 亚里斯多德的思想 其实是培养科学的土壤 反而是比较传统的 走奥古斯丁路线的 科学的贡献 一开始对实证的科学的贡献 是比较少的 特别是大亚尔伯 那么大亚尔伯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13世纪早期 但是他活得非常久 在古代来讲 那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 就是一方面当然 他开始大量的怎么样 阅读这些 亚里斯多德的思想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甚至就开始去 因为当时他不只是翻译出 翻译很多亚里斯多德的 这个科学的书 那因为亚里斯多德的书 也不是你看了就会懂 他有注释 那这些注释早期都是所谓 回教伊斯兰的注释 阿维辛娜跟阿维洛斯 那这两 这这些人的注释事实上呢 在很多地方跟圣经的教义 是有很严重的这个冲突 所以他们必须怎么样 尝试自己来诠释 亚里斯多德 不是借由伊斯兰的诠释 好 那这个大亚尔伯呢 到后来就是在 世纪都被封城 那他呢 他特殊有两件事情 特别值得讲 就是第一个 他并不认为说 学术只是书本 那这在中古世纪 刚开始的时候 学术几乎消失了嘛 所以所有的知识 是造成草本下来 所以一切当然 因为你自己太差了 所以古代的任何东西 你都觉得好不得了啊 那这中古一开始的时候 整个文明几乎都快要消失掉了 可是这个时候你看得出来 欧洲这个整个学术的水 慢慢散升 人的细经有恢复的时候 他觉得说 事实上 古代的这个权威 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他开始认为说 其实从亚里斯多德的著作里面 特别他注意到 他生物学方面的著作 说如果亚里斯多德可以做的 我为什么不能做 那我用的亚里斯多德方法 如果亚里斯多德是错的 那为什么我不这么做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那这个他就是开始鼓吹 实验的重要性 实验的重要性 那第二个呢 就是 同样也是相当重要 就是 如果你是哲学的是 思想偏向亚里斯多德的时候 你会特别注重 人类理性的重要 跟柏拉图的思想 是不太一样 是 从亚里斯多德的思想 我们之前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了 你知道说 他对人类理性 是特别的注重 因为人类理性才有 产生知识的能力 知识并不是本来就在那边 然后就抬头一看看到 像柏拉图说的这样 有一个神圣的光芒照上去 你就看到了 从亚里斯多德的角度 来知识在那边 这个秩序是隐含的 是透过你的所谓的理智 事实上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数字叫主动理智 去把它组织起来的 所以一个东西对与错 最后你必须 注注于理性的权威 那这个你知道说 如果你在一个宗教 你这些人基本上都是 生女 都是教会里面的人物 当你在坚持说 理性是最高的权威的时候 你开始会 要必须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理性的权威 跟宗教的权威 你两个之间要如何的协调 特别是有些宗教的权威 你事实上你会一开始 乍看这下 并不觉得它有特别的理性的成分 似乎就是古老的一种传统罢了 你怎么将他们家里协调 所以当然这个是 他把权威在这边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但是其实他的老师 大雅尔伯 已经跟他扑了路 那这影响的就是说 怎么样 对科学的发展也有相当大的忍住 好 那大雅尔伯呢 事实上他在当时来讲 他的这个所谓的物理学的知识 在当时来讲 当然那个时候还算是 跟今天比差很远 已经是 但是跟古代的世界水准 古典世界水准 已经差不多了 好 所以呢 那当然他也学会 他这个就是说 当他学习到亚里斯多德 已经不再只是学习 从手抄本来学习 而是能够学习到 亚里斯多德的这一套 学问的一个精华 就怎么样 怎么样有系统的去理解这个世界 所以他的重要性是在这边 这是中国世纪一个 因此程度上 他的这个 理事的水准 已经是怎么样 跟亚里斯多德可以说 同居并进了 那当然后来他们就要超过他 好 那么 那这边有很多的 这个我们不详细多说了 那么 大亚尔伯呢 事实上呢 也对这个 占星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那这个 其实很有趣 因为 占星术一开始 在加州 认为是 相当负面的 甚至 但是 大亚尔伯呢 事实上是 独排综艺 独排综艺 他认为说 事实上 占星术的一个前提 就是你 人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那么 受到星球的影响 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就是说 星球本来对人 这个就可能有影响 那么 但是并不代表说 你就应该崇拜这些 所以说 这些星体本身不是 并不是神圣的东西 本身并不是神 但是他也许是怎么样 神可以 从某种角度上 你可以去追寻到神的终极 所以 这是说 当一个基督徒 基督教社会开始 接触 到这个古典的 哲学思想 发展科学的时候 他跟古典的这些 思想学家 在做科学的态度 事实上开始有点不一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 不一样 为什么古典的希腊人 他可以写出 集合原本 那么他并不会 把集合原本 这样子的一种 思想架构呢 去拿来 去 面对这个自然世界 因为这特别觉得 是很荒谬 这个自然世界 怎么会是 跟集合的这个理念世界 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对一个 十三世纪的基督徒来讲 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 如果你相信有一个创造的神 那他是怎么创造的 最自然的一个想法是 他是借着理智创造的 所以这些自然规则 只是上帝理智的一种表现而已 所以上帝的特殊的一些意识 是从圣经里面启示出来 但是上帝的意志的表现 并不限于圣经而已 他应该显现在所有的 万事万物上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信念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信念 而且这是 坦白来讲 这个是一个 你在其他的民族 不太能够找到 这样子的信念 凭什么我们相信 这么身挪万象的东西 背后有一个法则 而那个法则 还是可以被我们认知到的 也许这个世界有一个法则 但是我想绝大部分文明会说 这个法则 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不知道 它怎么运作 所以才需要崇拜 也许根本就没有法则 它是某些更高级的 存在着的 自由意志的表现 也不一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科学上 它必须先有很多的预设 而这些预设是怎么出现的 并不是从 就偶然 不是啊 你必须回头去看看 这个发展的时候 它的社会背景 从当时发展出来 它的传承 从中的历史传承 从恒社会背景 那你可以去怎么样 锁定出来 它是怎么形成出来 所以科学是 现代科学之所可能 是因为有这样子的 一个背景存在 否则它根本不会诞生 所以不要问说 为什么家文明里面 没有发展科学 这是不公平的问题 你应该问的是 为什么中国世纪的欧洲 会孕育出科学出来 这才就是意义的问题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欧洲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情境 你几乎没有办法 朝第六个跟它类似的 好 那么 当然这接下来 我们讲到大雅尔伯呢 那你可以看出来 大雅尔伯 是一个在当时 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他全面把亚历斯 他不只是把亚历斯多德 怎么样接受 他事实上已经可以怎么样 用亚历斯多德的方法来去做 亚历斯多德没有做的事情 那汤姆斯阿奎纳呢 某种程度上就继承了 他老师的这样一个事业 那所以他 但是他在自然科学的 琢磨比较少的 但是他在 他的很重要贡献上 让整个天主教教会 基本上是 接纳了亚历斯多德的思想 因为传统上以前 亚历斯多德的思想 在教会来讲是一个 危险的东西 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 你也可以看出来 在中国世纪的欧洲 在他最伤 最强 最强的时候 最高峰期的时候 心胸是开阔的 他可以同许这样子的一个 相当高危险性的一个知识事业 他不仅可以支持他 他最后还可以接受他 那当然你接下来就会问说 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没有到了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文艺复兴时候的 天主教会 反而就在这个事情上 完全的失败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会回到这个问题 好 所以当然 这个 虽然他们大魂 并没有直接对科学做 像他老师一样 做那么多的贡献 但是他提供了 他某种程度上 将这个整个架构提供的更为自然 他去分析说 人类的感官 跟人类的理智 跟人类的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那所以 最主要他就讲 如果没有 直接上帝的启示的话 人类还是有理性 人类的理性还是足以 去从大自然里面怎么样 形成足够的知识 当然这些知识 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并不足以认识完整的上帝 但是从大自然里面的 升楼望向里面 他可以 而这些知识 甚至会怎么样 从 这是一个关键 就是对 塔玛斯阿奎那来讲说 这会引导人去相信说 有一个上帝 但是至于这个上帝 是什么样子 其实人类大概只能说 OK 就好像亚里士多的样子 亚里士多最多就是 你讲说 上帝是不变的 上帝是理性的 上帝是永恒的 但是更进一步呢 没有办法 而他从 塔玛斯阿奎那的说法 就是说 所以你需要 甚至起 他就好像说 你走路 用走走走走走 你这陆地 是用走的走走走 哎 全是一条河 怎么办 你就要渡船 所以你必须在适当的地方 做用适当的工具 那这个大家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当然这个重要性 在此说服了家威去接纳 整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好 但是当然 中古世纪的经验哲学 跟现代科学 更直接的联系 亚里士多德的思识 当然他提供了一个架构 可是呢 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当这两个教团 其实 圣东明尼克跟圣法兰西斯 其实是互相对立的 所以到了中古的末期的时候 因为圣法兰西斯教派 在这个你看 有这几个重量级人物之下 圣法兰西斯教派 似乎是烧居烈 可是在14世纪的时候 慢慢这些人又怎么样 圣法兰西斯教派 又领导风骚 那这里又有三个重要的人物 我们后面会介绍 那这些人 某种程度上都是 可以说是现代科学的先行者 第一个人叫做 Robert Grossetest 我这个名字很长 那他是呢 第一个 某种程度上 这个是 就是开始 他学习 他就是 了解了这个科学的推理的方式 那么所以他 有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Resolution and Composition Resolution and Composition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从万事 你从观察这个事件上的 许多的东西里面 你不可能观察所有的东西 你观察有限的东西 你找到规则 你找到规则之后呢 你确定 你确定说 这个规则应该是正确的 然后这个规则怎么样 尝试去试用在 你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上面 所以这就告诉你 科学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嘛 而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亚里斯多德 他们没有特别发挥 就是科学基本上 可以做预测 科学上基本上 可以做预测 那这个预测的 是一个非常 科学能够做预测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科学的预测 并不像三星术 因为三星术的话 你可以说OK 这个每个人做出来 一个都不一样 那科学的话 经由一固定的方法 照理说 你最后一定训练 你会做出一样的答案出来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可以说 是科学传统建立起来的 一个起点 那当然是建立在说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universal law 有一个普遍定律 你才有办法这样做 好 那么 那但是呢 Robert Glossett Glossett 除了这一点之外 他还有其他的更多的一些贡献 那一个很重要 特别多值得一提 就是 在他心目中 所有的科学里面 数学是最高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数学中 这个你不要忘记 他是法兰西斯教派 所以法兰西斯教派 其实基本上还是受到 柏拉图的 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是蛮深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麦克人的 他的学术背景的出身 跟他的学术思想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亚里斯多德 多米尼克的教派里面 产生出来 所谓科学的雏形 可是基本上 是比生物科学形态的 观察 但是他在他们的 这样形态里面 对于数学并没有足够的注重 而数学 这个是柏拉图思想里面 非常注重的一个部分 这个时候你发现 有两个重要的传统 要结合在一起 就是希腊人 发展出来的数学传统 跟亚里斯多德 开创的这个实验的传统 但是这两个传统 要能够合在一起 现代科学 单只有一个都不够 你只有数学的传统 你没有办法 连接到这个世界 你当有实验传统 你得到很多的data 你不足以形建构出 一个类似几何 原本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系统 所以这两个的结合 是现代科学 产生的一个怎么样 你可以说一个是精子 一个是文字 两个结合 所以才是现代科学 那这个当然 那在他的心目中里面 他最有兴趣的是 哪一个物理现象 光 光学 这个又可以从 他是法兰西斯教的背景来理解 因为 就要如同柏拉图斯的这种想法 你之所以能够得到知识 是因为你看到了 做那个洞穴的这个预言 所以他们对光的现象 是不是有兴趣 而光的现象 他们就试图 用数学的方法去描写 那你知道你以前学过几何光学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都有 脉络相连的 好 第二个重要的法兰西斯学派的 这个 晚期 法兰西斯学派的 这个 科学先行者 名字叫 Roger Bacon 事实上 有两个 Bacon 法兰西斯Bacon 跟Roger Bacon 这两个人 你绝对不要考虑 时代差很久 Roger Bacon 是13世纪的人 一样 相当的这个 长寿 80岁 好 那他呢 一样 他是英国的 这刚才那一位也是 那么 那他呢 是一样 就是 强调 怎么样 事实上跟法兰西斯 被感觉点到很像 强调是 归纳法的 怎么样 归纳法的 怎么样 因为如果你是 希腊大床的话 如果你是从几何 出发的话 你会强调是 演绎的重要 对不对 你一开始从 你就是在几何 里面很直观 就可以确定几个工 工色 然后从再加上演绎 你就可以演绎出 然后你可以去验证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但是在研究自然的时候 一开始你没有这样子 你对大自然没有这么 没有直接的直观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靠过所谓的归纳法 就是说你去寻找类似的现象 去寻找它的规则 寻找它的规则 好 那这个呢 所以大家提出说 有一个cycle 就是观察 假设 实验 然后怎么样 验证 那这个当然是不容易的 因为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我们对大自然 并不是说 我们对平面面积 有那么简单 又 强烈的一个直观 说 我可以提出什么 公色出来 比如说物体的运动 那亚里斯斯德尔 他说 它有它的直观 它直观全错的 那这个 产生这些直观 并不是 这个 我们今天是 把它就很自然接受 你可能不晓得 它背后花了多少的空腹 对 好 所以这个 所以观察法跟演绎法之间 事实上在早期科学的发展之间 这两个方法是怎样 你必须两者皆拥有 而之间有复杂关系 如果你过度的 隐身你的演绎法 但是你 你一开始的起 都是错的 你演绎出来的东西 全部都是错的 那 你不完全抛弃 你如果不够演绎的程度 如果不够你归纳的话 你事实上是得到很多 就是个别的一些 一些现象的描述 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统合起来 对不对 不要忘记 现在科学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 它是体系化的 它是有系统的 它是像 它是一个逻辑系统 所以你必须找到逻辑系统的什么 底下的什么 基石 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好 那么 如同所有博学的人一样 Robert Rachel Bake当时也 牵扯到立法的改革 那立法的改革之所以重要 当然这我们之前已经讲很多 就不多说了 那他发现到 所以当时用的是 所谓的奴隶力 也就是 朱利亚西萨的立法 朱利亚西萨的立法 是跟你讲一个太阳年是365 又四分之一年 所以四年加一天 四年加一天 他发现说不是四分之一 事实上呢 我们今天大概知道 365点 24 所以他就发现说 慢慢慢慢 你这个奴隶力用呀用呀 怎样会产生误差 所以他发现说 慢慢慢慢 到那个时代的时候 到他的时代 已经多了11天了 到了9天了 所以当时他跟教皇建议说怎么样 取消9天 直接把9天开除掉 这样怎样 你的立法才能怎样 跟你的心相怎么样 很不幸的是 教宗呢 他所亲近的教宗呢 就过世了 所以不及实习 他所建议 这其实影响很大 你一口气 少掉9天了 那这是到1592 1582年才怎么样 才实行 就格雷格雷的立法改革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一个教会要推 为什么教会会推动立法改革 因为教会来讲 他每个节庆很重要 比如说 你教会改革的话 你每一个圣徒的 这个詹礼日 等等等等 那当然你立法 如果正确的时候 日月都会 主要你太阳的位置 怎么样 就会不准确 所以你的 你的这个 复活节 其实严格来讲 是犹太立法的 主要是 12月25号 是什么 冬至 你如果立法错误的时候 你冬至的时候 就不会是冬至 圣诞节就不会是通知 那这个格雷格雷的立法 我们后面会提到 那一个最有趣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从书本上去读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说 牛顿是出生在 1462年的 12月25号 但是后来我去翻了小学课本 他说 是1643年的 1月10号 因为我说怎么回事 他会想 啊 我忘记了 课本用的是 格雷格雷的立法 但是牛顿出生在 1642年的 12月25号 是他当时英国还没有采用 格雷格雷的立法 因为当时英国是新教 他们拒绝采用旧教法 发布的立法 后来当然知道说 这个立法对 另外一个例子 你知道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发生哪一天 11月7号 那11月7号 为什么不叫11月革命 叫十月革命 啊 因为那时候苏联 那个俄国是怎么样 东正 他也不愿意采用 格雷格雷的立法 OK 所以其实是11月7号 但是他是在俄国的立法 是十月底 好 那么接下来 第三个重要的 这个法兰西斯的 这个哲学家 科学的先行者 就是奥肯 奥肯的威廉 奥肯是他 他以前的名字 前面是名字 然后后面是你来的地方 好 那他呢 是一样 也是出称法兰西斯教派 他在中古四季里面 可以说 被称为是 最有破坏力的一个哲学家 你可能会觉得 你仔细看了一下 你会觉得说 有那么夸张吗 有什么好破坏力的 那我这可能需要一点解释 那当然 他出名的就所谓 奥肯的剃刀 什么叫奥肯的剃刀呢 简单的来讲 呃 就是 当一个概念 如果是不需要的时候 你就不要用它 你会说 这好像是废话嘛 那事实上不是 这个有它的深刻的含义存在 这个有它的深刻的含义存在 那么 它的一个主要的 这其实是 你如果熟悉到 中国世纪的很多的论证的时候 事实上它后来走到非常非常的精细 非常非常的精细 那是 那这个时候就是变得怎么样 一个一个经验哲学 真的是到了一个繁琐的地步 那么奥肯的威廉事实上 他是怎么样 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洞见 就是说 不需要的东西是不需要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讲 你在解释这些东西 当你在解释这些东西 当你在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不需要 用到一些概念的话 那些概念是怎么样 你就不应该去引用它 那特别是 这个在 这个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运用是哪一个 就是以太 以太 就是当你不需要以太这个概念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你会引用这个概念 那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么后面我们可能没时间讲到以太 那古代的人之后会必须有以太的想法 是因为他们那种光落是坡的话 坡必须是有东西在动才有 对不对 那你没有东西在动 你会能够说光是个坡 可是光明明是个 从很多现象来看 光的确是个坡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放弃以太 也就是说 你在描述自然现象的时候 你要用最经济最直接的方法 但是我们人类往往从我们的 我们的思想习惯里面 会需要再树立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那边 让我们能够接受 那所以 欧肯的剃刀这个其实就很厉害 这种东西其实你把它拿掉 拿掉以后事实上是会产生一些困难的 因为人类的思考习惯是有一定的惰性在 你把一些东西拿掉以后是会有困难 但是欧肯的剃刀又跟你讲说 这是必须怎么做的 那你可以想说 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革命性的 那这个呢 我必须稍微跟你解释一下 它的革命性在哪里 这个其实是牵扯到一个中古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教会 你说教会就 一起基督徒就教会啊 问题就是古代的 对教会的理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 你知道教会是 依照基督教的说法是圣灵创色的 那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好像夫妻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那你是先有教会还是先有教会的这个成员 你可能说就说这很好笑 没有教会的成员那还有教会吗 那问题就是说在逻辑上有一个先后 到底是先有教会 那么加入这个教会变成教会成员 还是教会成员组织起来就变成一个教会 你可能还是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差异 对不对 我让你讲 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OK你要先有教会 这个教会是神创立的 然后我天主教会就是这个教会的唯一代表 所以如果我天主教会认为你不是教会 你就不是教会 你们一堆的人在那边组织起来说 我信上帝我信这个耶稣 对不起你还是不是教会 因为是先有教会才有教会成员 那么教会如果只有一个 那这个唯一的教会如果说你不是教会 你就不是教会 那如果你反过来你相信说 教会成员组织起来就是可以形成一个教会 那当然天主教会的这种排他这种独一性就交失了 这个在你可能又觉得这个有什么 对不起 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正是遭中古晚期 天主教会认定说所有从天上来的启示 都必须有教会来规定 教会不认可的东西都不可以接受 教会到后来是有这么庞大的一个权威存在 那之所以他有这么庞大的权威是因为他有一个教会的学 他有一个教会的学说 所以中国世纪在讨论所谓的共向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绞学舌根 因为这个讨论其实背后隐含的庞大的一个政治经济宗教的动机在 因为教会已经不单纯只是一个宗教团体 在中国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 势力非常庞大的政治团体 它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政治团体 这是很实在的事情 所以共向之争 事实上这背后是已经隐含了非常庞大的一个政治利益的脉络在后面 所以这样子一个主张在当时来讲是很激进 他跟你讲说如果这是对的话 没有什么 这个所谓这种所谓的共向是不可能早于个别的失误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教徒是比教会很存在的 那只要几个教徒我们聚起来 我们要先一个教会 那教会是教会 那教会的话天主教会就怎么样 就没有办法去否定说他是个教会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有人说其实 威廉的欧肯是宗教革命的先生 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 如果你对宗主司机不了解的话 你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 那这个就是唯民主义 也就是唯民主义就是说 事实上存在的东西就是那些怎么样 感性上接触到存在的东西 他完全否定了共向的存在性 也就是说概念有没有单独存 单独的存在 没有 那某种程度上你会发现 这个对科学来讲是 有点 我们会觉得说密度这个概念 或者是质量的概念等等 这概念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概念 但是事实上 你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说 你可以去测量一个东西 这个你可以测量 但是你没有办法说明说质量是一个独立 是一个这个 你可以说这个东西真实存在那边 但是你很难讲说 他所形成的概念是独立存在在那边的 也就是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 所有的共向只存在在我们的理智之中 是我们创造出这些概念出来的 那这个是唯明论 所以这个是影响到 这个影响很大 因为在中国世纪的人 他认为说类是先 是怎么样 共向是先于 逻辑上是先于各别的事物存在的 所以先有人 才有你 也说也对啊 先有一个类 然后你符合这个类的判别 才能决定说你是什么 但是从唯明论的角度上 算不是这样 是单独个别的人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只是说 透过了观察 我们规量说 这一种东西叫做人 OK 那他当然 他甚至后面还有 就是更精细的去分辨出 直观的认知跟抽象的认知 那直观的认知就是说 你东西存不存在 也就是针对于个别的东西 那抽象的认知是怎么样 是理智里面活动形成的概念 的认知 那他把这个两个分开来 那你要知道在中国世纪来讲 事实上 这个其实是 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盖理念 这个其实上理念跟 跟个别事物之间的关系 一直在中国世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议题 好 那么除了这些人之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 个别在科学理论上 有所共同的一些 也是生女 那么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是 Nikolas 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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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s的重要性是 他可能是中国世纪 第一个理解到说 事实上 会有一些数字 就是没有办法写成有理数的 那是很简单 就是无理数嘛 那这个什么重要呢 这个很重要是在说 如果无理数的话 你可以想象得到 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律法 就是调和太阳 跟月亮的周期 你永远 你可能发现永远找不到 你如果假定是一个有理数的话 你永远可以找到 它们共同的周期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无理数的话 你就找不到 对 那当然 Olesman 还有很多 其他重要的一个共同 就是说 它是中国世纪 第一个提出来 也许是地球在自转 而不是怎么样 天球在转 那这个当然在中国世纪 里面 它是非常少数的一个意外 因为大家来讲 事实上 你可以想象得到 你如果用欧坎的 威廉的思考方式来说 我如果要解释这个现象 我只要解释得通 我怎么样 只要用经济的方法 那最经济的方法 事实上 你假设地球在转 比假设有很多的天球 来的自然 为什么 因为天球的存在 是你必须为了 是你假设出来的 但是你会发现说 如果我让地球转 你就不需要假设天球了 星星就固定到那边 就地球在转了 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在科学的解释上之后 有时候你会 我也解释得通 我那样也解释 科学家通常会采用是怎么样 假设最少的那一个 假设最少的那一个 的说法 好 那是 这当然还有 更在 你要知道 他是非常古代的人 你看一下 他是14世纪的 还有东西 事实上 还是大家还是学的 亚历斯德那一套 哦 这个什么 风火水地啊 那他呢 那 最重要是在当时的人 基本上还有一个 一个很 跟身低估的想法就是 地面上的东西跟在天上的东西 是完全分开来的 那他并没有办法破这一点 虽然他已经尝试了 因为当时来讲说 风火水地 运动是 会不一样 那他会认为说不对 这应该是运动是一样的 但是呢 他到底是没有坚持说 啊 这个地球的滋涨 因为这的确有很多 真的 你的时代的气氛还没有 所以说你会发现说 你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 会引导这样的结论 不代表你 你就会 专心投入 你要把这个东西 树立成你的 你要把太阳当作中心的 这样一个理论的 你需要花费的是 好几十年的功夫 好 那么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似乎到了中古末期 十世纪的时候 科学几乎就已经 已经临门一脚了 但是为什么 我们要等到十六世纪 才会发生 十五世纪 十六世纪 中间似乎是 中断的 那这个其实 你可以发现 中古世纪的末期 虽然好像已经很多东西 看起来像是科学的雏形 到底没有形成科学 他还是没有形成科学 所以我们当然不知道说 如果没有中古世纪 末期的这个危机的话 那现在科学 到底会不会 这个就产生出来 看起来他已经成型了 但是他那么 他那么长出来呢 是未定之数 是让你发现说 或许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因为教会 如果接纳 亚里斯多德主义的时候 亚里斯多德开始 提供了一个科学架构 但是 当你 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 亚里斯多德主义 会变成是科学的障碍 那为什么亚里斯多德主义 并没有形成现代科学成长的 并没有成功的 阻碍了现代科学 这个其实是因为 中世纪末期的这个大危机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中古世纪 主要的大危机是怎么样呢 这其实完全从经济层面 就可以理解 就是发生了大瘟疫 跟大凉化 那特别是大瘟疫 因为这个瘟疫太严重了 那当然大瘟疫大凉化以后呢 整个欧洲的这种劳动市场 是要改变 劳动力非常的短缺 所以整个社会结果改变了 你以前觉得这个人就 每个人就是农民嘛 对不对 不值钱嘛 地位很低 但一旦你缺乏劳动力的时候 然后农业生产 你需要人嘛 所以反过来啊 劳动者的身份就会上升嘛 就像以前大学很少啊 大学生大家都想考大学生 我那个时候大学入取率20%啊 也就是八成的人是落榜的 所以那个时候学校很好啊 很好做啊 对不对 可是呢 一旦大学变很多 学生变很少的时候 怎么样 学生就上升了嘛 各位 你可能 我们是感受这一生啊 你感受不到 因为我们在老师的黄金时期当了学生 在学生的黄金时期当了老师 那但是这个其实是 经济学很容易理解嘛 你劳动力缓缺的 劳动者的身份上升 所以你开始发现 农奴智慧破裂 因为农奴可以发现说 现在逃跑去都市的话 很难找到工作啊 就算没有一技之长 也是可以找到工作 你以为农奴不想跑吗 农奴之所以不跑 是说啊跑了又干嘛 你不可能跑到其他的地方 再去做熔炉嘛 跑到都市 可是都市里面 每一页都有所谓基尔特在控制的 你事实上进不去 你会发现说 当你劳动 德文一死掉一半的时候 大家都缺人 你也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来了有人就好 所以这是一个 告诉你说 你真的要去研究人类的历史的时候 绝对不要忘记人口的因素 因为人口 当然这个是特别极端 就是说 一口气少掉一半左右的人 哦 那个在历史上很少发生 这么严重的人口 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 他产生非常 当然 这个整个社会结果 产生非常激烈的改变 对不对 好 那这接下来就发生什么 农奴之的开始破灭掉 农民的反抗 农民的反抗 那在法国 在英国都发生了 因为这是奉献制度 最严重的地方 德国的农民战争是等到宗教革命以后再发生的 那当然 这又伴随着英国和法国的百年战争 所以整个社会 这个封建制度是整个消 几乎就怎么样 瓦解掉了 所以怎么样 当封建制度瓦解掉的时候 许多 这个整个社会改变了 整个社会改变了 所以形成了这个现代的欧洲 近代的欧洲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末期的这个危机 之后才缠出来的 那么当然 这个就刚才讲到黑死病 黑死病 这是很可怕的 是这个霍远是从东方来的 应该是从中国的 老鼠就跑上去 然后就传了 传了很开来 那当然 特别在中国世纪的时候 他们的医术还是希腊式的医术 完全对这个病是完全束手无策 所以他们说 大概是基本上 死了30%到60% total人口 这是很惊人的 所以当然 接下来我们就讲说 那这样子的话 整个社会开始混乱 你看第一个 当你看 瘟疫蔓延的时候 你人不断的死 有的时候 整个村子死光光 那这个其实影响很大 那当然 你可以想象得到 整个 那当然这个 整个劳动力 下节再讲 这个其实刚才 都刚才讲的 好 好 好 怎么办 好 好 好 我是 你好 nível 空 不是 来 我 爱 那 � anlat 究童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